昨天2月23号的下午 中央财经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 研究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已旧换新的问题 研究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问题 习近平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这段行为一看 光是字面意思就知道 要刺激消费和投资了 而且光看字面 它都是一些宣传和号召 没有具体的措施 比如说你怎么去刺激 你是减税还是补贴 所以看新闻需要解读 需要联系历史和现实去理解 咱们今天就聊聊这个话题 个人的观点不保证正确 大家仅做参考 大规模设备的更新迭代 这是属于投资 消费品已旧换新 这是属于消费 目的它都是为了刺激国内的内需 与08年侧重汽车家电下乡不同 08年侧重的是民用的消费品 这一次是工业设备和民用的消费品 都要刺激 可以看出目前面对的局势 应该是比08年还要严峻 先说说设备更新这方面 我认为提出的时机 还是比较切合时机的 这也不是为了迎合上面 咱们可以结合历史上的同类事件 来对比一下 在我们国家大规模的工业设备更新迭代 比较粗的概括大概就是三个阶段 每一次都迎来了生产力的大解放 如果说这一次真正铺开的话 那就是第四次了 回顾历史 我相信这一次不是一拍脑袋的 临时想起来的 我们在前苏联的帮助下 也就是改革开放前的工业体系 这是从无到有的 以前根本就没有 所以不能算是更新迭代 真正的更新迭代 也就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期了 也就是中国和西方关系缓和之后 大规模的引进西方的设备 比如说化肥工业 是我国的粮食产量突飞猛进的提升 还彻底解决了温饱问题 再比如现在的保五钢铁集团 仍然还有40多年前 从日本引进的连岗生产线 还有比如我吧 我其实也是属于郑州棉方厂的子弟 我现在还记得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我十几岁的时候 父亲天天忙的都回不了家 一问都是 厂里设备升级改造 从苏联和东德的设备 大规模的开始换 换成瑞士西德和日本的 这就是我国第一次的 大规模的生产设备 更新换代 这个过程时间的跨度是很久的 前后持续了将近20年 而且范围最广 几乎涉及到了 国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直到了90年代的中期 伴随着大规模的下岗潮 突现而结束了 第二次是从2001年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 一直到2015年 供给测改革结束 随着咱们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对外出口的爆发 轻重工业实现了脱胎换骨一般的设备升级 其实这个阶段 咱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08年之前 一部分是08年之后 中间是被金融危机给打断了一次 但是实际上也就中断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金融危机 仿佛是给中国打了一针兴奋剂一样 从09年之后 简直处在一种疯狂的状态 以至于到了2015年 就开始踩刹车了 有坚决制止粗放式的生产方式再上马了 这15年的时间 我们成为了世界第一的生产国 重工业 重工业别的不用看 就看钢铁产量就行了 2000年时候的钢铁产量才1.28亿吨 到了2015年 9亿吨 简直是疯了 轻工业咱也不用举例子了 第一次设备升级的时候 中国还有抢购风 价格闯关 这些供给不足的现象 第二次设备升级 那生产渐渐的就过剩了 各种物资的供应空前的充足 你不打价格战都卖不出去 这就是伴随着设备升级改造迭代所带来的变化 第三次 这是从2016年开始的 逐渐转向国产替代和高精尖的设备 也就是国产化和科技含量 你得提上去 搞急约高效事的发展 咱们不要粗放浪费低效的发展了 就以上这些时间段 声明一下 这并不是官方或者是权威人士的观点 而是我自己的感觉来划分的 不一定对 大家也可以结合自己的记忆来补充和批评 现在这一次如果说铺开的话 那就是第四次了 其实这一次也可以看作是第三次的攻坚和扩大 因为我觉得这一次本质上也没有什么变化 还是以高精尖设备和国产化为主题 表面上看 可以认为是为了生产 为了生产端的投资 来刺激国内的内需 但是从长远效果上来看 有助于我们走出低谷之后 为下一步生产力的爆发来做准备和打基础 接下来咱们说消费品已旧换新 这个说法一下子就让人想起了08年的汽车家电下乡 但是说实话 要真是能搞成08年的效果 那还真就谢天谢地了 08年的时候老百姓怎么说 手里还有点钱 现在人们手里有个得 这就要看政府下一步如何去刺激 08年刺激的时候 主要就是靠补贴 而且是大规模高力度的补贴 救活了无数厂家 有好的厂家 也有浑水摸鱼的 一大批质次架构的伪劣品 劣质也是趁机出清的库存 不过现在毕竟不一样了 现在的中国制造品质已经很好了 产品质量方面肯定不会重蹈08年的覆辙 这一次我认为除了补贴之外 最好是要结合减税和退税 2023年咱们国家的税收达到了18万亿 完全有能力连税 带补贴同时去搞 比如说我已旧换新 我换了个大彩电 我花了多少钱 直接抵扣我的个人所得税 当然了 这属于我是在做梦异想 但是我认为没有比08年更有力的刺激措施的话 很难取得较好的效果 同时我也觉得刺激内需 咱们刺激内需消费 也不要都盯着那些实体商品 不少劳动服务性的消费 它也是需要补贴刺激的 比如说房地产不行了 房子是不好卖 但是你可以刺激装修市场 对吧 老房子住久了 不想买或者买不起新房子 你也可以重新装一下 居住体验肯定能提升好多的 政府除了在家装电梯 老旧小区改造这方面出把力之外 也可以考虑一下 补贴居民自己家里的装修 比如我装修老房子 我花了十万 只要说票据齐全 新旧房子的照片一上传 那政府就给补贴个三万五万什么的 我估计肯定会有很多人 都会考虑动手 因为装修它也是一个 涉及到很多行业的 特别是进程务工的 有点技术的那些劳动者 他们现在都没活干 你光是补贴各种商品 这些人也等着你下锅 这是我的一点倡议 咱们与路均沾 也要考虑一下 提供各种劳动服务的打工者 最后咱们说一说会议的另一项内容 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会议在这一块重点提了 公路运输转铁路 公路运输转水路 它就是不提降低油价 不过这也没办法提 中国的油价是有战略考虑的 它是要给新能源车让路的 它是要为国家的能源安全让路的 那没办法 只能从别的方面着手了 别的方面还是有点前瞻性的 比如说鼓励发展与平台经济 低空经济 无人驾驶等结合起来的物流新模式 那意思就是说 未来用无人飞机送个货 用无人驾驶骑车送个货 这些方面的管制可能会越来越宽松 有利于相关行业的发展 这也都是能够刺激先进生产力的领域 总而言之 不管是生产端还是消费端 不管是投资和消费 它目的都是为了刺激内需的市场 来应对当前比较困难的经济形势 具体它会怎么落实 落实的力度怎么样 我倒是有一个观察的建议 大家可以等到五六月份 就看看美国的降息的预期 如果说美国确定在六月份降息了 而且后续相对乐观的话 那么这一次会议的精神 很有可能就会雷声大 雨点小 落实下去的力度 大概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毕竟这可是要真金白银的去花钱 反之 如果说美国硬的头皮就是不降息 就是要给你打消耗战 那你看 只要说五月份还没有出现明显的降息的预期 那么各种刺激的政策就会雨点一般的扑下来 除了中央的政策之外 各地甚至出现 还会出现 比拼着出政策 你比我狠 我比你更狠 那可就热闹了 效果也就值得期待了 感谢观看